藏老师今天聊起来 我这听着还是一身汗了 好玩 挺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您这么镇定 我觉得真的是跟您这个 旁武出身当过兵 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们也有一张照片 藏老师当年当兵的照片 我们来看看 这张照片还是在北京拍的 这年多大的时候 十八九岁吧 十八九岁 当兵那几年对我蛮锻炼的 我听说您那这上楼 都可以不走楼梯是吗 那个是侦察匍匐 都是四层楼就那么窜 真的 这有什么窍门没有 我学学万一我们那电梯坏了呢 那不行 警察该找你了 任何人的生活经历 包括当兵的历史 包括你上大学的经历 特别是作为演员来讲 对于我们的人物创造 是很有帮助 但是听您这讲述 我觉得您的人生路 应该是从那之后 成为一个优秀的侦察员 但是为什么后来 又考了大学 上了这个电影学院了呢 这个故事太多了 有点意思了 1980年 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员 下部队锻炼 团里就决定抽调我 作为他们的军事教官 组织他们训练 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 79级 80级 所有学员下部队锻炼的 军事总教头 这里边有很多很多 现在是当红的演员 比如说 吴若苦啊 刘佩奇啊 陈建飞啊 吴刚啊 吴敬安啊 很多很多 他们的系列的主任 政委 包括教员 导演 就是 我们就希望你 把他们培养成 像你这样的战士 干脆我们把你带走 就完了嘛 说我们干脆就 直接把你 招到解放军艺术学院 直接插到80班来学习 我82年年初 回到了咱们的家乡 天津 我在天津化工机械厂 代级学徒 二级车工 四十二块五 跟着我师父学徒 我开过三菱 开过五菱 开过大亚果 所以说 跟着师父 到处 这个学徒 当年 我同时又报考了 中央续剧学院 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对 这是您当年 征考证的照片 这是应该就82年 对 藏金生 征考证北京电影学院 对 在天津和西拍的照片 对 没错 没错 说考电影学院还真巧 报名的时候呢 教室嘛 两个门嘛 这个门呢 是电影学院的一个 著名的老师 问我 要货口本 我说没带 他说那又货口本呢 我说货口本 那不是人口普查 都拿走了吗 我没带 我就想考 我没有机会报名 他说学生 这个报名费 这个什么 你就白花这个钱 我们在天津招不了 一两个 你就白花这个钱 我说不就一块钱 报名费吗 我说十块钱 我也交 这是这收据 报名费 报名费 一块钱 一块钱 死至 藏先生统治 那边一个男老师 我就希望替我说说话 后来他跟我说 你介绍信呢 我说没有户口本 你啥也没有 我说我带的工作证 我打开红色的工作证 天津化工机械厂 这个人老师 是后来教我们 声乐的老师 叫王江老师 我说我化工机械厂 我有介绍信 给他报了 给他报了 后来北京电影学院 和中央戏剧学院 同时录取了 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 同时说先到了 然后我就跑到北京 跟我的老师 解放军艺术学院的 著名导演叫王文凯 我就跟他说 王老师我选择哪家 王老师决定 他说你还是去电影学院 电影学院 藏老师经历 确实特别的丰富 好像给我们展现了 几段不同的人生 当兵的人生 在工厂的人生 而且藏老师在舞台上 也塑造了很多 不同的人物 带来了很多 不同的角色给大家 我觉得也和您 丰富的经历 是分不开的